她是辽北地区著名狠人 出版舞台上的最强绿燕 餐饮过的作品横跨相声 小品 影视 留下的经典角色数不胜数 人生一锅六旬 在今年四月一部大火的口碑剧中 她借角色之口 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 往前看 别回头 的确 回望这六十年 她好像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她叫范伟 一个让人看得想笑又想哭的演员 一九六二年九月 沈阳一户府的工人家庭 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范伟 那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严重的 三年自然灾害 老范一家五口人 窝居在四十平米的棚户区里 小时候父母总是在为琐事吵架 哥哥姐姐大大咧咧满不在乎 只有她是最敏感的一个 门阅读母亲脸上的情绪 每次奉学回家到家门口的胡同 她的心就开始提到嗓子眼 退开院门 只有母亲脸上是晴天 她才会释放属于孩子的笑容 少年范伟几乎没有过叛逆期 她的家乡很严 沙发是绝对不能用来躺的 床只有晚上才能使用 客人来家里喝茶 她就要守在一旁 紧盯着客人的水杯 当叛逆无法向现实生活中释放 范伟选择了向唯一领域进发 十六岁时还在读中学的范围 在家人的帮助下 办事沈阳曲艺的演员陈连仲 学习相声 七零年代是属于相声曲艺的时代 在老师陈连仲的帮助下 平壳舌部分的范伟 每天都要留出三个小时练习发音 从幼到肉 从银到人 有时花半个钟头 只反复练习一个字 练到舌头发麻是常有的事 公布堂娟 仅仅用了一年 范伟的相声记忆已有所成 1978年 湖北省举一团 正面向大众招生 范伟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儿子出信了 其向前往外省工作生活 一家人都陷在巨大的兴奋之中 浑然不知 命运和他们开了个玩笑 由于没有最终确认 父母又草率的魏范伟 在中学退了学 退学后的范伟 不仅没有等到 外省取义团的正式offer 也丧失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即将遥游广阔天地的 曲艺新星 倾客之间 变成了适学少年 这是少年范伟 闯到世界的第一大难关 没有退路 范伟决定自寻出路 为了能继续上台演出 他背井离乡 逃过龙套 当过大兵 1980年 范伟来到田里民间艺术团 在这里 他终于成为了一名 真正的校舍演员 也保证了一个 基层演员的践行 那时剧团经常想想演说 露天的表演场地 舞台上总会点着极栈 点屋灯 表演时一不小心 嘴巴里就能试进去一个儿子 范伟只能忍耐着腌下 再继续表演 一场表演下来 他和同事们都会一起讨论 到底谁吃的儿子更薄 经过两年的历练 范伟离开田里 回到家乡沈阳 加入沈阳曲艺团 范伟离职那年 有个叫赵本山的年轻人 刚刚掉过去 不过当时 他们还并无交集 沈阳曲艺团是个更大的舞台 可范伟有了新的烦恼 一个团里 校舍演员有十几堆 编曲却只有两个 作为一个新人 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 爱琢磨的天性 在这里已经显现 为了改变现状 范伟开始了他的刺绣计划 编剧不够 就自己演酒 他把自己关在舱房里 没有灵感 就喝点小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 范伟创作出日记体形式作品 《一个长长的日记》 这是他好不容易 得来的心血之作 可在台下说给领导听时 大家面面相觑 因为整段相声 没有一个包袱 同事们给他的相声 取了个混名 叫飞剧相声 范伟并非全无创作才华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继续死磕 反复作梦 终于 在1993年的中国相声节 他创作的相声 要杖 获得第二一等奖 和创作二等奖 从1980年正式入行 13年了 他的相声事业 终于有了美目 但这时 一个根本问题出现了 随着越来越深入这个行业 范伟系里妈妈确认 相声其实并不是 他真正想成就的实验 生活中的范围 是内向的 不善于交际 跟孟生人坐在一起 说话都费劲 扁体不停地抖包袱 他想通过 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 来隔开他与台下观众的距离 就在他苦心寻找 下一个演艺目标时 小品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 是小品艺术快速成熟 并到达顶峰的时期 陈沛丝 朱石茂 赵丽荣 龚汉林 小品演员 人才辈述 这些前辈在双方舞台上 大方异彩 有着空闲的影响力 当时的范围并不知道 他即将也要加入他们的好脸 而领他上路的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名字 赵北山 1990年 来自东北莲花乡的赵北山 从二人传转行小品 品线作品相亲力的 徐老年一角走进春晚舞台 从此连续四年 都是央视春晚的常客 范围曾经在台下 看过赵本山的表演 赵本山放着白眼数着钱 脚踩翻了盆 却看不见的表演 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1992年底 央视春晚前夕 范围接到来自赵本山的电话 说他的小品里 即将换一个演员 询问范围是否有空 范围求之不得 第二天就赶往春晚彩牌现场 梅蒂亚中心 他请击本山大哥的叮嘱 台词要敲敲记 不能影响到那位 悲欢演员的情趣 第三天 事情发生了变化 因为距离盛时录制时间太短 领导已经拍板不再换人 范围很失落 但为了不让赵本山难做 拉约27 他简单地和本山打了个招呼 就默默回家了 范围没有想到 这份宠辱不幸的态度 打动了赵本山 赵本山后来对人说 看一个人就要看他 在大悲大喜时的表现 这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 范围没有一句怨言 可见是本系善良的人 我要找的 就是这样的搭档 第二年六月 赵本山筹备新小品 走毛道 再次找到范围 从此拉开了两人 长达十余年合作的序幕 我喝酒甘喝不醉 喝多少都白费 不贵 1995年 赵本山与范围合作的小品 牛大叔提干 亮相样式春晚 范围在洗漱饰演 梳着大背头 戴着黑框眼镜 西装革履的油缓秘书一卷 欣赏录制时 由于戏点都在赵本山那里 观众对她的表现反应频频 19场响声中 只有一场与范围有关 节目爆出时 范围的母亲也守候在电视机前 那时她已经是矮症晚期 说不出话来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儿子的节目出来时 她在女儿的山伏下 瞧忍着疼痛坐了起来 生病以前 母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儿子有机会 能上一次春晚 在这位东北母亲的心中 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 看完节目后 她躺了下来 眼泪从眼睛里缓缓流出来 范围知道 那代表母亲的心愿 已经了了 春节的13天后 母亲去世了 生死一别 阴阳两个 从母亲离世的悲痛走出后 范围与大哥本山 再次被山春晚 1996年的三鞭子 1997年的红高蓝摩特队 以及1998年的拜年 可奇怪的是 即使作品已经登上春晚舞台 即使范围在其中饰演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从秘书 司机 到养模特 欣喜瑟瑟 五花八门 但都未能掀起更大的浪花 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于赵本山的光芒 实在太强了 只要她出现在舞台上 观众就很难看到别人 绿燕是那年媒体和观众一直给范围的标签 这样的标签 只到2001年的卖拐 才终于死下 在卖拐里摘掉了眼镜 卸下了西装 剃掉了背头的范围 以脑袋大脖子粗的火腹形象亮相春晚 用赵本山的话来说 这叫扁铲子头 既朴实又兼具喜剧效果 扁铲子头迅速拉进了范围 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也帮她收获了小品职业生涯的高光 紧接着第二年的卖车 让观众越来越记住了这个容易被骗 但又还好朴实的小人物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哎呀 你就这个咋等于呢 等于二 应该是二 二啊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 范围的路越走越顺 和本山的合作从小品领域延伸到影视 而这让范围的演艺生涯再上一个台阶 2002年 赵本山指导的电视剧《刘老根》 在4CTV1黄金时段首播 未来年度央视电视剧《授数率榜亚军》 作为耀匣子的扮演者范围 他本人和耀匣子语录 一时间成为了全国人民贯重的焦点 高指不如高心 高心不如高瘦 高瘦不如高心 你当天的动机是啥 当天真的不是鸡 是鹅 你心灵深处咋想的吧 太太深了 听不懂 说点恰的吧 《耀匣子》这个角色一开始戏分不多 但由于范围特别爱琢磨 表演上继续认真 拍戏时又能见得出赵本山的即兴 于是戏分越拍越多 后来直接拉了一条单独的故事线 拍摄期间 每天晚上编剧和庆葵都在琴葵怎么下戏 范围的光芒已经掩盖不住 到了2004年 马大帅的播出让这缕光芒再放异彩 看原地一保镖 辽北地区著名狠人的鹰爪工 父亲师爸辽北也火爆了全国 有粉丝为他创建彪哥网 这个网站直到今天还能正常打开 有人在饭店里认出范围 会在吃完后拍拍他的后背 跟他打个招呼 彪哥 仗劫了 走了啊 走春晚火遍全国 到影视区大方异彩 范围设立让全国人民 都记住了他这张圆圆的脸 这次身为一个演员的吉他行女 有多少人努力了一辈子 始终不得要领 老天爷就是不少饭 但不久后 范围却又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在最火的时候 他选择急流永退 2005年 范围凭借小品功夫 最后一次登上春晚 为麦拐三部曲画上句号 退出的直接导火索 是他在功夫的一开场 就把词说错了 虽然当场几乎没有人看出来 但范围还是过不了 自己心理那关 他是完美主义的性格 凡事都想做得最好 对他而言 维持民气 远没有跟随内心重要 他向装本山行辞 想要休息了年 但这一休息 就再也回不去了 也是在那时 一场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当时坊间也有传闻 范围与赵本山关系 产生了嫌隙 这段不说迷离的关系 直到2009年 被集中性提起 2009年医院 赵本山知道电视剧 关东大现实首播新闻发布会 媒体向本山频繁提问 作为演员之一范围的缺席 以及春晚两人的分手问题 引起了赵本山的不满 我给范围打个电话 打了几天呢 不急 不急我跟老大哥 我说你发个信息 你说我想他 完了你 后两天 你给我发个信息 你转告本山的时候 我已经整天再说了 最好 为什么不想上 对不起 这一边 你会开心的吧 面对老大哥的不满 范围始终避开了正面交锋 他隔空回应多次 理由不同 但都与误会有关 一种说法是说 本山经常换手机号 自己很少接陌生人电话 另一种是说 自己正在筹备新戏 手机经常关机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分手这件事 本身其实很正常 但这两位实在太火了 被多少人喜欢 就要背负多大的压力 外界一直喧嚣 范围则避之不及 真相不好确定 也无需一策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在所有谈到 赵本山的场合里 范围从未处一举恶言 有合作者批评赵本山 在艺术上太过霸道 他却听赵本山解释 那是他 刀子嘴 豆腐心 把所有难听的话都说了 也把所有好事默默做了 他把赵本山 视作人生贵人 提到本山的名字时 多远本山大哥来代替 他毫不避讳地 在各类场合 感谢本山大哥的质疑之恩 没有本山提供的平台和机会 就难有自己的出头实地 没有本山的日子里 范围把自己的艺术生命 交给了电影 人这一生 好像无论绕多大的圈子 最终都会受到性格的指引 走到那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上 电影可能才是 范围最钟情的路 拍电影不用现场直播 一遍不过还能接着再来 这符合范围对细节追求 完美的个性 范围与电影的缘分 最早可追溯至1999年 他在由赵本山 宋楠楠着演的电影 男妇女主任里 客串了一个角色 紧接着又在冯小刚的作品里露脸 在电影手机里客串 陈府憨厚的河南农民 砖头歌 还有《天下无贼》里 智商不足的笨蛋劫匪 战哥 稍等一会儿 我要 这个 戏份不多的喜剧角色 延续了范围的幽默风格 但却不是范围最大的企图 2003年 范围遇到了人生中的 第一部男主角电影 北京电影制片场 正在筹备一部新片 《看车人的七月》 出于对片房的考虑 制片方决定向导演安战军 推荐大明星范围 范围很喜欢这个角色 但导演不太想用它 小品演员身上的诙谐幽默 在证据电影里往往水土不服 为了争取这个角色 范围从沈阳跑到北京 找到导演积极商量剧本的修改 他提应 这个人物可以先有一点幽默感 后面再慢慢严肃起来 导演觉得靠谱 让他把细节更具体一些 2003年 范围还不太会用电脑 修改的部分 他先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纸上 然后再找人用电脑打印 品牵这部电影 范围收获了人生中第一个影帝 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 最佳男主角奖 老实巴交 人气吞声的小人物杜宏君 在电影中没得到身边人的理解 却赢得了观众的泪水与同情 那是范围作为商业演员 如日中天的时刻 也是中国电影 正式迈入大片时代的风口 为什么不趁着行情好的时候 好好赚钱 偏要跑到制作成本 低廉的唯一片中浪费时间 别人不理解 但范围乐在其中 毕竟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干这样的事情 自此之后 范围在更多的影视作品中 展露足迹 但演得最好的 还是我们身边的小人物 耳朵戴福里的王抗美 是铁路局刚刚退休的普通工人 也是被时代 与个人命运裹挟的悲情中年人 半辈子的劳作 没换来下半生的安逸 反而是更悲剧的开始 妻子生病住院 女儿陷入婚姻危机 王抗美来不及微伤 只能咬紧牙冠 不断地向前走 生活窘迫的她 把宝温桶里的鱼肉留给妻子 只给自己残留的鱼刺 就算是吃鱼刺 范围也能设计出不同的吃法 解决的底层人吃鱼刺 是先放到嘴里快速缩一会儿 再倒过来切换角度缩一次 只有缺保鱼刺上 一点鱼肉残渣都不剩 再摸摸吐出来缩下一根 王抗美是无数个纵然生活窘迫 但以父亲一地下投入的 小人物的缩影 范围在王抗美身上看到了父亲 也把对父亲的印象 带入了王抗美 电影里的王抗美出门 总是戴厚厚的棉纺布口罩 鞋子一抽之前 用手套打一打车座上的灰尘 那是日常生活中 来自范围父亲的习惯 1942里 范围饰演的火腹老满 同样是时代车轮下 无法自主命运的可怜人 一开始 他以为自己是灾难的受益者 从眼睛歇哑的火腹 摇身一遍为法庭庭障 完成阶级晋升 好好跟那老马叔干 继承宅下来 咱们就动事馆了 再后来 他发现自己就是灾难的一份子 顺从变成了老马的生存智慧 民族大义 道德荣辱 在老马那里 远不如活着本身 更为重要 当同网在他眼前 被日本人一刀刺死 当日本人转而用相同的方法 威胁他的生命 老马也只能用谴媚的一句 辣 隐藏自己的屈辱 悲愤与惊恐 拍摄这部电影 冯小刚不利于表达 他对范围的夸奖 我看范围演戏 就像看葛优演戏一样 是那么的生活 能把小人物演得如此生活化 来源于范围在日常生活中 也将自己视作普通人 生活中的范围 从不敢做人群中的焦点 也从不参加任何电影的开关机仪式 他是电影《茶安道》期间 导演希望他能上综艺 为电影做宣传 方威不好意思拒绝 但思前想后决定不去了 因为光是找经纪人讨论这事 他就已经冒了一手心的汗 也表演类节目找他当导师 他也婉言谢绝 会非常紧张 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他是非刻板印象的东北人性格 喝不了酒 带不了酒作气氛 在人生顶飞的公开场合 他习惯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 他最擅长的是在真实的生活里 积蓄养料 反腐进生动复杂的角色之中 如果把演艺世界比作相忽 那范伟就是隐于市井的向人 闹事宣杂 常有欲望和野心 讨若意识不够坚定 很容易跟随着人潮 人云亦云 弥谋无措 而范伟最珍贵的 就是身处闹事 但始终有一颗不动摇的心 这个心让他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 打磨自己 在一个又一个角色中 不断释放自我 日复一日 不知疲倦 直到处魔成真 钻目显现火光 直到他的用心和坚持 终于被大众看见 第53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得奖的是 范伟老师 不成问题的问题 2016年5月 范伟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 获得第53届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这是时隔10年 范伟再次获得引地宝座 奖项的办法 是专一评审对于范伟多年演艺之路的认可 流量的曝光也让越来越多的主流观众意识到 那个穿完舞台上的小品演员 早已如齐天大圣的毫毛一般 夸划出武术模样 站在乱讲台上一分半的时间 范伟对着台下 一共说了19声感谢 从容淡定的表现 让人想起她还是像年轻时一样 谦卑 含蓄 话不多 但只有夏仪师拽着的西服衣角 头顶上布置何时爬上的白发 与语速地慢慢放缓 在提醒我们 这个曾经给观众带来无数欢笑与悲伤的演员 似乎已经老了 从今这么多年 范伟对东北题材的作品一时情有独钟 他生长于东北 父亲 哥哥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浪潮 小时候 范伟的父亲曾经在毛纺织厂 有一份铁饭碗的工作 但改革开放来了 来自南方的纺织料子涌向了全国市场 市场的选择变多 厂子也自然而然随之倒闭 关于那片充满着荣耀与悲凉的黑土地 他有很多想要诉说的东西 不排气的闲暇 他喜欢看东北极作家写的小说 最喜欢的作家是双雪涛 最爱看的是那本《平原上的摩西》 接收记者采访时 他格外关心这本书的版权 但也只是问问 他的性格做不到豁出去主动争取 恋人欣慰的是 人生行至一万 六十岁时 他终于遇见 王翔 这个秋天怎么长呢 像过了一辈子时的 和漫长的季节里的王翔一样 年少时的范尾也与火车几下不解之远 小时候 他家就住在沈极铁路的火车道旁 他家火车的汽笠声中长大 王翔是他看得见摸得着的人 中年王翔是范尾父亲和哥哥的结合体 他们意气风发 享受过共和国之子 衰落前最后的荣光 吃油条要用盘装 遇到没有觉悟的邻居马上提挺 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就算画铃黄了 我们画刚也黄不了 而当时代的车轮真的滚滚而来 作为普通人的王翔根本无力改变 昔日的笑傲变成残酷的幻影 为了留住鞭尺 他拼命立功 长着马队想当华生 放下尊严给厂长送礼 他望享用自己的努力 换回家人的幸福 生活得如常 1998年的王翔是时代的失忆者 身边的同事陆续下岗 唯一的儿子意外身亡 老伴接受不了打击 上吊自杀 只留下他一人 毒火 他拒绝走出伤痛 拒绝进入更新的事件 却差儿子至死的真相 变成了支撑他 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有人说 过去看到范围想笑 如今看到他想哭 身形的勾楼 动作的实换 是距离妄想的老曲 也是演员 范围无理一一的衰老 但惊喜的是 在这部作品里 他意外与年轻时的自己重遇 导演清爽 是个重实的马大帅迷 这位新生代的东北级导演 有意无意中 兼用了19年前的作品 让水沽浪子范德彪 与周老年的失忆王相 共同打了一个 带有共鸣的详指 等比利复制的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 以贵异名字命名的 风味烤肉店 KTV里依然追尾的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共同的异乡 串联系那段 寄出满荣光 又悲心无奈的历史 而范伟成为 连接两者的珍贵钥匙 当很多8090的观众 在弹幕里狂刷 得标语录 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认识了范伟这位好演员 过去的历史得到重现 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当即时而过的列车 驶过玉米地 年迈的往下汗征 往前看 别回头 作为创作者的范伟 也在继续出现 作为演员 新的演艺历史 漫长的季节 终将度过 白雪终究覆盖停滞的时间 迟到的人们 一起欢欣鼓舞 庆祝新的历史时刻 但冥冥之中 依然有不变的东西 不变的是 他还是那个害羞 沉默 以上综艺就会紧张 脸红 从不参加开关机仪式 酒局不与人许想热络的社恐 还是那个拍完电影 都没有和导演留下联系方式 爱神交 只是没有学会圆滑的 愣头小子 还是那个 只要喜欢 赚不到钱 也心甘情愿的 最纯粹的表演者 在万事万物 得自追求速度 效率 变化的年代 他是少见的不变 范伟六十岁了 不再是那个 永远二十九岁的 辽北恒人范德彪 他已经演过 形形色色 太多的角色 真赞美 贪嗔痴 人一之勇 七情六欲 人心的这点优微 他观察 思考 演绎 精进 如此 循环往复 如今 六十岁的他 和六岁时一样 依然不爱说话 爱琢磨 而人生这条路 也好像越前进 越清晰 越坚定 越豁然开朗 越 性不先体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大家 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下方一世 除了视频解说之外 我还会在公众号上 整理一些图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拜拜 by bwd6